對老街祈禱 當我看完這部劇本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們沒有找錯人 對老街祈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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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喜劇有分很多 有一些是很誇張的 很好吃 那種動作很大 還是類似這樣的東西 最大的挑戰就是 我要在這個20集的一個電視局 把這個喜感拉長 比如說表情上 會有點皺眉頭 類似這樣的一些小細節的東西 不能太浮誇 但是又要好笑 而且要有內心性 我覺得這是最難的 她最擅長的就是搞笑 所以我覺得對她來講 可能就是輕而易舉 Hungie 我屁股很痛 但是因為加入了這些 我們其他比較 不太會搞笑的演員在裡面 對她來講 或許她要注入很多 新的想法給我們 然後我們很多時候 商量的時間也比較長 巧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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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都知道 校場是拍戲的時候 很難避免的一個東西 然後會拖延一些時間 所以最魁禍首肯定是Jeremy 我沒有人可以抱怨 我只可以抱怨他而已 然後有的時候真的是 都沒有討論她行動之後 她才突然有那個梗出來 我記得有一場戲 是我們玩水槍的那場戲 我人生中第一次 我拍戲 我倒在地上笑 而且還一直在流眼淚 完全控制不住 當場全部工作人員 都沒有人理我 攝影師大哥 都可以蹲著頭直接離開 然後Focus的妹妹是關眼鏡這樣 我心裡想 你Focus得到嗎 我還要繼續演 還要繼續演 繼續演到導演開始發出聲音 她就OK 剪 我覺得她以往給人家的形象 就是演得很放 可能她之前的角色 都沒有太多內心戲 我只能夠說 這個人物刻畫很好 而且她人物成長很鮮明 所以可以看到她 除了喜劇的強項之外 其實她演內心戲 她其實演得挺好的 她真的是有讓觀眾看到 除了喜劇以外的變化 這完全充電是好 所以她的角色 她是好 她只能看到